Bosjour 今晚打老虎 こんにちわ 這次我為你們準備了一系列的 迷你影片 是講一下加拿大的法文 和法國的法文有甚麼分別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馬上開始 你們現在看的是第一集 第一集叫Vuditsakamsa 你們是這樣說的嗎 這一集的主要內容是講 我作為一個法國人 如果去灰北克會遇到的奇怪的變化 在法國的語法或者字不同 我覺得最有趣最特別的五個點 第一個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馬上開始 第一個點就是豬 豬就是你 但是在灰北克就是ESGUE的意思 就是媽你好媽的媽字 豬等於ESGUE 他們會把豬放在動詞後面 等於媽字 不會放在句頭豬甚麼甚麼 他們會代替ESGUE 他們會用一個肯定式的句子去問一個問題 我給你一點點例子 如果在法文 即是法文問你開心嗎 我們會說ESGUE ESGUE的功當 ESGUE 是媽 由媽字開始 ESGUE ESGUE的功當 ESGUE的功當 意思就是你開心嗎 但是他們會用一個肯定式的方式 會變成D功當 法文就是D功當 我們的語調 即是一個語調會高一點點 D功當 D功當 用一個肯定式的方式 問一個問題就會這樣 D功當 加拿大那邊 他們會在動詞後面加著 就會變成這樣 D功當 就會變成D功當 D功當 D功當 他們不會用ESGUE 有其他例子 如果她看到他們會做 therapies ESGUE pressure ?? 不知道 問題 理解 你是甚麼善為 是 running 你是� 是得而是 是今 是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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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 ce que c'est grand 又或者est ce qu'il vient est ce qu'il vient il vient du 我也有少少少少 我要看 因為我不習慣 要知道 暫停少少 我現在說的事是我之前不知道 我是找出來的 所以我都會覺得 vous dit ce qu'il vient 我們走吧 你先走嗎 那一行 是我們香 就行了 是嗎 ? 是嗎 的是這樣的 是 是 過來 我們 是 On y va du 第二点是他们的口音和珠 其实会说成 珠 第二点是他们的口音和难音 魁巴克的法文是有难音的 我慢慢解释 第一就是珠 你的法文就是珠 但是加拿大灰巴克 他们说成 这个就是口音 这是属于好玩的东西 因为我再说一次 嘲笑人家的口音 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东西 法国人是喜欢口音的 好奇怪 好玩 不要觉得我们笑你们 法文有一句 的意思就是 喜欢就会玩一下 玩你 就是笑你 是因为喜欢你 不是说你坏话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他们的du 会变出 他们的il 会变出 i 它们不会用il 去发音 i 可以 el 可以 i e e 写的时候 就会 c-u-h-i c-h-u-i 对不起 c-h-u-i shui 我记得 je sais 他们会说 shai shui shui 大家可以看看 je suis 就变成 shui 他们让你这样写 我们当然不行 在法国 你写c-h-u-i 你就错了 扣你分 但说和听 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他们 这个是 是的 他们其实会 连在一起 连得比我们更厉害 就是 是的 shui 其实他们不咬字 是属于烂音 如果我想说 他来不来 他来不来 es que il vient 就会变 il vient du il 会变 i il vient du il vient du 他来不来 il vient du shui 第三个点 就是说他们的动词 变为 有点问题 我要说清楚 一件事就是 1563年 1563年 当时 法国人到了 斐巴克那块地 那时候 那些法国人的法文 其实都不是很对的 当时没有学校 当时没有学校 所以有些字 就以为 我们 法国人 以前的法文 以为说得对 但其实是说错 所以 到了那些法国人 其实已经 法文不太好 所以 去到 所以 加拿大的法文 法国人 加拿大的法文 对不起 就是 有些错误 在一边 例如 去字 他们不懂辨位 你信不信 我很辛苦 教他们 Je vais J'vais Tu va Il va Ele va On va 他们的Je vais 第一个我去 他们会说 Je va 他们会联合 Je va Je va manger Je vais manger Je vais manger Je vais 你们没有听错 我好辛苦 Je vais 他们那里就不用了 Je va Tu va Il va 這個錯誤不是一回事 因為當時的法國人本來是說錯 所以現在整個國家都說錯了 他們挺有趣的 Je va, Tu va, Il va, Elle va, On va 我們看看第四點 第四點是跟著我剛才的去字 通常我去就會接一個O O, A, La, Je vais, Au restant, Je vais, A, La, Maison O, A, La, A, O, A, La, O 但他們的A, 他們會說成A 他們會說成A 其實會走回英文的那條路 A的英文不分陰陽性 我其實不清楚是因為接近英文 或是他們懶惰,或是他們懶惰 總之沒有什麼A, O, A, La, O 如果他們想說我去家 法文就是Je vais à la maison 他們就Je vais à la maison 就是我回家,我去家的意思 Je vais à la pharmacie 我去藥房 如果我們用剛才的第三和第四點 如果我想問我要不要回家打電話 我先發問吧 是我去家交換電話 是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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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是嗎?我,OK 是嗎?是嗎?是嗎?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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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嗎?我去 我去,我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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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聘機聊天嗎? 如果用这样的速度 我会觉得原来是这样说的 很有趣 第五最后一个点 就是他们喜欢 在一些字尾 放一个不存在他们自己发明的音节 这个音节的声音通常是d d d 例如 这里是 他们说 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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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 du esit excuse isi es que se sat du sat du isit excuse isi sat du esit isit 他们自己加了一个音节 不用理他 有很多字 我不会过 如果你们找到一些字 你们就在下面写下 当然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我不可以过每个字 但是在这里 他们会加的音节 isit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字 因为它是ICI 没有什么T 为什么 很奇怪 但例如 but you do but you do 的意思 完全不是 but you do 它的do 是T O U T 通常 due的声音 是来自 字尾 最后一个字母 最后一个字母 是T字的词汇 他们会在那些字 好像类似加个ABCDE的E 就会变成 due 例如 but you do 会变成 due 但是他们不是 but you do 他们是 but you do but you do 是不是在这里 完全不是 excusez but you do 他们会说 7、7、8、1、2 好了 这是第一集 你们这样说的 Vouzit se comme ça 就到这里 五个 我觉得会需要时间 当然是 如果你在法国学法文 如果你在加拿大学法文 就不会 不需要适应 本来就是这样学的 但是我 我法国人 我去到辉巴克 如果之前没有找过这些资料 我会觉得 很奇怪 这一集就这样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